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在浩瀚无垠的星空下 我们每个人都代表着一个独特的新作 而在这其中 射手座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存在之一 它们热情开朗 自由奔放的性格 使得它们在生活中总是备受瞩目 而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聊 那些容易被射手座吃得死死的新作 一 双鱼座 温柔碎水的双鱼座 很容易陷入射手座的魅力之中 射手座的热情洋溢于双鱼座的柔情似水相互吸引 让两者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密 然而 由于双鱼座过于敏感且缺乏安全感 往往会在射手座面前变得患得患失 最终被射手座牵着鼻子走 二 巨蟹座 巨蟹座的人内心柔软 对于爱情有着极高的期待 当遇到射手座这样充满活力和激情的伴侣时 巨蟹座很难抗拒这种吸引力 不过 随着相处时间的增长 巨蟹座可能会发现射手座的不羁和自由 让它们难以琢磨 进而产生不安感 导致自己在感情中处于被动地位 三 金牛座 稳重务实的金牛座与热血戒样的射手座本因性得迥异 但在某些情况下 金牛座却会发现自己逐渐被射手座所吸引 射手座的大胆冒险精神恰好弥补了金牛座安于现状的心态 使二者之间形成互补 但随着时间推移 金牛座可能因人受不了射手座的随性和不负责任 而感到疲惫不堪 四 处女座 严谨细致的处女座面对洒脱不拘小节的射手座时 往往会显得有些无所适从 虽然处女座渴望能与射手座谈一场浪漫的爱情 但实际上却常常陷进对方设置的各种条条框框里 在这种关系中 处女座往往会因为过分追求完美而让自己倍感压力 五 天秤座 风向星座的天秤座具有强烈的社交属性 而火向星座的射手座则以其独特魅力吸引了众多目光 当天秤座遇见射手座 彼此间的磁场会让他们难分难舍 但是 在这段关系中 天秤座很可能会为了迎合射手座而失去自我 最后变得迷失方向 总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特点 而在星座世界里 相濡以沫并不意味着要完全迁就对方 只有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另一半 才能收获幸福美满的人生 所以 请勇敢地去追寻属于你的那一份美好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12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